一个自己做的豆腐 这道菜什么名字 海鲜玉子豆腐 你看这个豆腐 它是可以这样背倒过来 都没什么事的 这个豆腐你要是做的话 这算是一种 就是需要加那种卤水点 还是加什么 没有我们是用蛋跟那个 茶余鲜糖下去 跟黄豆豉抓比例 然后下去蒸 这是蒸的 这不是传统型的那种南豆腐 不是不是不是 蒸豆腐 对 这是蒸出来的 凝固了 好嘞 那大厨 看看今天 您这一道 这是海鲜小豆腐是吧 对 怎么做的 这边你选择的是一些 虾子 虾子 有一些 有一个日本料理 也代表性的东西 银杏 银杏白果了 对 还有一点 鸡肉 鸡的腿肉 然后我们先把虾子扒开就行了 把它剥开 虾头留着 就是 大叔这边虾头 要留着它的目的 是为了造型吧 是 没错 你看 厉害 就是 你是艺术大师 跟你混久了之后 也知道您的心意 就是你要把整个皮都剥下来 嗯 哎 那你 这个虾是普通的虾吧 对 手摆虾 哎 很好的 对 做爽口菜啊 有的时候我感觉 你看 它应该算是哪一种感觉 就是说 虽说它一类是爽口菜 它只不过说不需要热烹的 但它用的食材可以很广泛 对 我们节目中也给大家有一些互动的热线 你可以联系我们 比如说你家里有些创意的 别人家可能没用过的 可以联系我们介绍给大家 这道是蒜泥吗 这是金针菇 你是把金针菇切碎了 然后倒在那个生抽里面 那个不是生抽 是柴鱼酱油 是酱油 对 哇 而且是柴鱼酱油 对 有柴鱼的味道 然后当底一下 菜的鱼酱油 嗯 你的意思是 柴鱼 就是煎鱼 这种的木 哦里面讲木鱼花 木啊 木鱼花 对对对对 那就是有鲜子 为更鲜的那种鲜鲜烤 嗯 哇 我觉得你今天像是做一道西点的 像是做饭后的甜品 因为你东西都没有味道嘛 所以你这个要有味道 再搭配一下 所有的味道把它提出来 哎 这道菜的时候 你吃它也可以跟你的临桌干杯的 是不是 对 可我想说我们要用勺子吃 还是筷子吃呢 我是用勺子的 勺子扒 对 对你把什么东西拿出来 拿起来像挖那个蒸蛋一样 哦 对我懂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 好优雅的 这个很像是那种啊 就是有一些 很优雅得体的女士 在宴会中的那种菜品 然后 在鱼上去之后 我们再用点 干燥最上面 小葱小葱 哎 这也算是一道很创意的凉拌菜了 而起码它的这个餐具啊 它已经打破了我们大家用盘子 比较碗的这种概念 你用的是杯子 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好嘞 我跟你讲 那它要是再也要像拿红酒一样 就是谁看谁拖到最底下是只高手 然后这样子要 进完之后再回过来 然后你再一眼而近 不一挖为近是不是 挖着吃它 千万别忘了吃到这个虾头的位置的时候 别嚼烂它 否则的话你的牙齿跟它会有对抗 对了 看看吧是不是不错 这是创意的海鲜小豆腐的凉拌菜 我倒觉得这个菜好大厨你看 我有个感觉 这道菜你上面这些东西啊 你可以再多加一点 丰富一点的 也可以 比如说一些别的海鲜啊 加一点 花枝啊 对 小鱿鱼啊之类的 没错 或者你加一点那个虾皮 或者是那个小鱼鱼 对也可以 蛮不错的吧 对没错 就是你看你关键是学会这个方法 你有了这一个杯子居然也能做凉拌菜 饿条 真是不得了 不得了 今天这道菜你学会了吗 学会在家里面试一试 绝对是你下热的时候调节餐桌情趣的一道菜 好 好 那我说的 不得了 对 那 bicycles 对 甚至 好 这个 好 前半